一位新電系的西州部落 過去30年與政府法令拉扯 導演潘志偉用鏡頭寫下了拆遷的心酸血淚 如今又有一部紀錄片 退潮坐在岸邊 24號舉行試飲會 而西州阿美族文化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張祖廟 也簽名現場觀影 看到過去居民奮力抗爭 以及自我認同的重建等等 也讓他感觸良多 因為我在裡面看到太多我母親特別有感觸 我第一次這麼認真看這一片 比較符合我想說部落的故事面 因為其實我常常跟導演講說 可不可以讓別人說更多他的故事 因為他們到部落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是年輕人或青壯年 那他們看到的風景跟我的不一樣 我會覺得部落族人看了會更開心 片中有一位七老 並沒有搬遷到新的西州部落居住 而是返回花蓮老家 並且重返曾經居住的花蓮林田山 其間齊老更是唱了一首族語歌謠 就唱了一首阿美族的那個既典的歌 然後之後他就停下來 他就問我一句話就是 你聽得懂嗎 其實在語言上我在身上 在我的身上是特別明顯 就是我沒有很努力在這個方面 我會覺得說那個衝擊是很大的 那我覺得他可能在帶螢幕上給大家看的時候 他也在質問每一個孩子是 那你聽得懂嗎 導演以細膩的鏡頭捕捉居民的日常生活 以及情感堆疊 並且以河水 浪潮 凸顯阿美族人與水資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更象徵族人的居所和歸屬感 其實打覆過斯德文來講 是非常非常日常生活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故事在中間 你才會知道說 為了有這種日常生活 其實人的付出很多 人的抗爭很多 屬於自己的日常 其實是很難得的事情 有些是看海邊 有些是看河邊 所以退場坐在岸邊 其實有不同解讀 有些人是覺得說 在西邊他們是一個 減海菜的時刻 然後是一個分享的時刻 所以我覺得這個分享的時刻 就有點像是新部落 他們已經住進去了 那也是一個新的開始 潘志偉也說 拍攝過程衝擊很大 感到時代的新舊之間 現代科技與傳統生活的碰撞 與拉扯 感嘆舊游的事物也即將消失 並且反思在歷史的洪流當中 部落的精神 是否能夠背棄住 未來他也期待透過鏡頭 把西州部落的家庭 情感交往 帶給更多人看到 真實描繪都市叢林的西州部落 原始新聞感到馬鈾學家榮新北市參謀報道